今天我帶了這個Apple Watch 拿了iPhone 拿了iPad 我們不是拍Gadget Guys 我們今天都是CarMan 我們今天試什麼呢 就是iOS14剛剛更新了Apple CarPlay iOS14 CarPlay改了些什麼 上車看看 上到車 第一件事要做 其實先接回Apple CarPlay 一按過來介面 色彩斑斂了多少 為什麼色彩斑斂呢 因為它多了五款Wallpaper 你選擇 來到設定裡面 你按背景圖片 你就會看到 有五款不同的顏色配置 我自己比較喜歡紅色 你說不喜歡花哩花綠 開車的人很分心 都有傳統的黑白兩隻實色給你選擇 第二點 iOS14改變了Apple CarPlay最大的 就是這個Apple Music裡面 它頂部那行2bar的排列 是有所改變的 以往資料庫是放在最左 還有一個叫為你推薦的Session 都沒有了 現在叫做立即聆聽 其實都是改名的 因為內容上都是一樣的 你說是否好用了呢 這一刻我不太覺得 但是立即聆聽 其實都是多一些 去推薦給你聽的歌 根據你以往聽到什麼歌 它就給你什麼歌 我之前留意到 這個Beta版其實是一個功能 在Apple Music裡出現 就叫做Auto Play 它就會在這個Tab裡面 多了一個無限的公仔 一個Infinite的公仔 它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播完一首歌之後 它會繼續跟你播 類似類型的歌 例如我聽開側田的 可能就會播為難為私的歌 就好像永續那樣 你一路聽一路都有歌 除了Apple Music之外 CarPlay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Siri 喂Siri 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那個Siri的公仔 以往是由一條線 變成一個波波 這個也是呼應 iOS14在電話上的 新的動畫 除此之外 Siri現在都變得更加智能 那怎樣智能化呢 其實它除了以往 它懂得聽寫 Send Message之外 現在它可以直接錄 Voice Message 這樣 很多意思上的東西 都沒有那麼容易 揣測錯 喂Siri 幫我傳一個語音訊息 給Toby Chan OK 錄音 快點上來飛鵝山 我有東西找你 好的 傳送給Toby Chan 沒有問題 傳送了 嘩 多聰明 快點上來飛鵝山 我有東西找你 喂 怎麼這麼快到 喂 怎麼了 那裡這麼急 我在試Apple Cup 沒有東西 嘩 我很急 嘩 所以說 Siri其實真的很智能 除了 傳訊息 打電話 看地圖 聽歌 其實它一手包辦 手都不用碰到螢幕 不用碰到任何東西 它已經可以幫你做到 來到第四點 第四點 好抱歉 我是不能給你看 不過 Apple CarPlay 接下來會多了很多第三方的應用程式上解 為什麼呢 因為蘋果終於肯開放工具 Template 給App的開發商 鼓勵他們做多些 有關於電動車充電 快速點餐 泊車的Apps 其實務求 都是希望令到 Apple CarPlay的系統 更加完善 更加多元化 但始終iOS 14 都是剛剛推出 這些App開發商 都還在做事 我們這一刻 都未見到 新App上架 但是 大家拭目以待 相信 Apple CarPlay 將會更加好用 好了 來到最後一點 大家看到 大部分的車 其實都用一個 橫置的螢幕 Apple CarPlay 很理所當然地 都是用一個橫置的 但是 市面上 總有些車 打直的螢幕 除了Tesla之外 還有Vovo Subaro 新Outback 都是用直螢幕 Tesla 就不用說 Tesla是沒有Apple CarPlay 所以Vovo 和Subaro 的Outback 以往 他們用Apple CarPlay 其實螢幕 只是用到 一個叮咄 用不盡螢幕 但是 來到iOS 14 Apple 正式推出 Vertical Layout 務求 將Apple CarPlay 在直的螢幕 用到盡 那些 Toolbar 又會 有少許移位 地圖 又會放大些 你就不用浪費螢幕 但是很抱歉 我是示範不到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們特地問Vovo 的代理 他們那套SENSUS系統 還沒有更新的 Firmware Apple CarPlay 都還沒有放大 至於 你說 新的那部Subaro Outback 它是採用了一個直螢幕 在外國 我看到 它已經可以採用 一個Vertical Layout 雖然我們今天 還沒有看到 這個Vertical Layout 在真身出現 但相信很快 廠方就會配合 Apple CarPlay 做一個更新的 Apple CarPlay 到時就可以在直螢幕 大展鎖場 整體來說 我認為iOS14 更新的Apple CarPlay 這個環節 我覺得做得不夠多 因為很多功能 香港又用不到 以及我們這一刻又見不到 對比iOS13 上年一出 它多了Dashboard 這個功能 我覺得是 對Apple CarPlay 很革命性 因為它把很多重要的功能 展示在一個界面上 但整體來說 iOS14的Apple CarPlay 是更加好用 更加帥氣 對於我來說 好用 帥氣 已經夠了 喂 Siri 帶我回家 找到他家的路線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不得 對 好 按託 收集 請 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